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为您播出的 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亲联盟硬撑下来 这天晚上 江炎科室有台手术要做到很晚 所以便没回来 直接在科室里值班室休息了 林宇跟他打了个电话 得知到刘琴已经被医院开除了 而且全市通报 现在江炎祖患上了一个新的副主人医师 带他们 是一个男医生 对他们很好很有耐心 林宇这才放心了 嘱咐他要照顾好自己 第二天一早 医馆刚刚开门没多久 沈玉轩便赶到了医馆 一进门便冲林宇说道 家容家容 出事了出事了 我们合计分公司的批文被压下来了 一直没通过 好像是有人故意阻挠 被人压下来了 林宇不由皱起眉头 这要是批文通不过 那公司就开不起来呀 合计进驻京城的计划 就会被搁浅 为了合计进驻京城的计划 他还特地花了大价钱 从马坤的手里买了一大批的上等原始货呢 用不了多久就会运过来呀 不行 批文必须得想尽办法 尽快弄出来 有没有去问过什么原因不给过 林宇皱着眉头问 打听过了 是有人阻挠 沈玉轩往门外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说道 据说 是司法部的人打的招呼 不让过 你是不是得罪过什么司法部的人呢 司法部 林宇微微一争 立马知道了原因 感情是何景瑜 倒的鬼 教授 你看咱要不要找找人呢 老这么压着也不是办法呀 沈玉轩挠了挠头 有些不知所措 他在京城里可没有认识的人呢 林宇也不由得有些为难 他在京城认识的人也不多 涉及到司法部 涉及到何家 恐怕一般人根本帮不上忙 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楚西连 可是楚西连会帮自己吗 就算是会帮自己 以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自己恐怕也得退层皮吧 二哥 这个时候 何景禽突然兴冲冲地跑过来 看到沈玉轩之后 咧了咧嘴一笑 嘿 宣哥 你也在呢 金禽 这么早跑这来干嘛 林宇笑着问 我大爷他 让我请你去我们家做客 何景禽兴奋说道 你大爷 林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不错 其实是我奶奶想见你 他扭不过我奶奶 别让我过来请你了 何景禽如实道 哦 何老夫人 林宇想起了那张慈祥的面容 内心不由一柔 便没拒绝 好 等我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 林宇去药房抓了一些滋补类的药物 冲沈玉轩说道 玉轩 拼文这事 你先别急 我回头想想办法 沈玉轩点点头 何老爷子和何老夫人的住处 是国家给分配的 在此居住的 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干部 而且都是对国家 有个突出贡献的 小区大门口有士兵站岗 查过证件之后才让通行 何老爷子住的是一栋二层小楼 房前是一处空地 搭着一个葡萄架 院子里有一片五颜六色的鲜花 何盐燕此时正拿着一个花洒 在院子里浇着花 林宇看到墙上的爬山湖 眉头皱了皱 他纳闷 种这么多藤蔓类的植物 不怕招蛇吗 是你 你这个土包子 谁让你来我们家的 何盐燕看到林宇之后 满面怒火 想起了上次 他在酒店里的丑态 气儿就不大意出来 大姐 是大爷让我请二哥过来的 何锦旗急忙说道 何盐燕冷冷地扫了林宇一眼 接着羊头说道 黄妈 你出来一趟 小姐来了 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穿着围裙的中年妇女立马跑出来 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围裙上抹一把 一会儿你记住 凡是他坐过的地方 你全部都洗了擦了 凡是他站过走过的地方 你也全部用拖步给我拖一遍 听到没 他虽然是在和黄妈说话 但是眼神直冷冷地盯着林宇 满脸讥讽厌恶 林宇却一点也不恼 悠悠地说道 至于吗 何大小姐 我又不跟你似的 喜欢随地大小便 放心吧 弄不脏 你这个秃狗 我杀了你 何盐燕一把把花洒扔过来 林宇和何锦旗连忙闪身一躲 何锦旗赶紧推着林宇进屋 静荣 林宇这一进屋 何老夫人猛然地站起身来 急步地走过来 一把抓住林宇的双手 深陷的眼窝中 瞬间浮起了一层泪 激动地说道 静荣 你终于来看奶奶了 奶奶 人家叫家荣 何锦旗有些埋怨地提醒了一句 对对对 家荣 家荣 看我 糊涂了 何老夫人眨巴眨巴 泪沉沉的眼睛 笑呵呵地拽着林宇 往沙发上坐 快 快快快快坐 来 吃点水果 吃点点心 哦 你还有松子 哦 这个呀 是他们从南方给我寄过来的特产 还有这个 何老夫人笑呵呵地把桌上的东西一个劲地往林宇的手里栽 眨眼间林宇双手已经捧满了各种吃的 哎呀奶奶行了行了别拿了 我家荣哥都吃不下了 何锦旗赶忙拦住了他奶奶 吃得下 吃得下 林宇的内心十分动容 眼块不由有些泛红 他急忙抓起了手里的东西就往嘴里塞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对对对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哎呦 这才多长时间没见你啊 看你瘦了不少啊 要注意身体啊 啊 静蓉 何老夫人笑呵呵地望着林宇 满脸的慈爱 我说这一进来怎么不对劲 感情是家里来了个扫把星 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何锦旗的声音 接着他快步走了进来 手里还拎着两包东西 冷冷地扫了林宇一眼 快步地走到桌前 把手里的东西放桌上说道 奶奶 听说爷爷的金丝茶快喝完了 三叔托人又给爷爷烧了一些 秦月 不得无礼 何老夫人皱着眉头埋怨了他一声 接着把桌上茶叶拿起来 往屋里走去 怎么 吃够了没 吃够了可以滚了吧 何锦鱼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神情无比阴寒 上次林宇不止让他姐姐出尽了丑态 同样也让他出尽了丑态 那股骚臭的味道 折磨了他好几天 才散去 有时候连做梦都被吓醒呢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问你呢 我们合计申请成立公司的批文 是你不让工商巨狗通过的 林宇面无表情 望着他 不错 就是我 你能把我怎么样 嗯 何锦鱼冷声说道 你以为京城是这么好混的吗 我动动嘴皮子 就能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就敢跟我们何家作对 林宇紧紧地握了我拳头 刚要发作 突然听黄妈惊呼一声 快速地跑了进来 惊声说道 哎哟 少爷不好了 大小姐被毒蛇咬了 什么 毒蛇 何锦鱼面色猛然一变 二话没说 猛地就窜了出去 林宇和何锦鱼互相看了一眼 也好奇地走了出去 姐 姐你怎么样了 何锦鱼看到 坐在院子中间的何妍妍 顿时紧张起来 急忙跑了过来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